这比赛打的,我甚至忘了林薇是个新秀这件事 从37.4秒到14.5秒,林薇连续投中三季三分 我想在那一刻你一定想到历史上许多经典时刻 但此刻显然是属于林薇的 当然这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两次低级的防守失误 西志导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 林薇从第四节最后到第一个加时赛连续投进六个三分 这个小孩真就是怎么投怎么有 自信心爆棚,体力仿佛也深不见地 他的跳投看起来还是那么有力 39分是他的生涯新高 但我相信他的生涯高度绝不止于此 你还记得吗,这个小子生涯首旧就投进了绝杀 第六场就拿下30加 还有报道说他赛前因为脚疼还吃着纸铜片 然后就打出了这样一场精神属性拉满的比赛 我会毫不吝啬我的称赞 不存在什么球迷说的捧杀 当你看到一个年轻球员有如此表现时 又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呢 比起连近三个高难度三分的林薇时刻更惊人的是 这个小子现在才19岁啊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 但总有人正年轻着 是吧 年轻可真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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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员 以北的怎么了 谢谢大家